Hello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前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走路 職工盟在9月16日晚舉行執委會會議 會議決定啟動解散程序,計劃於10月3日召喚會員大會,並且通過解散 又說會在9月19日開記者會公布相關的決定 當時傳出消息說曾經擔任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已經辭職 就總幹事辭職一事,職工盟主席王乃元後來回應 我只能夠說他作為我的員工,我沒有收到他辭職 不過個人爆料,原來蒙兆達在9月16日即職工盟開執委會當晚 已經連夜逃亡,搭飛機去了英國,據說他走得很急 估計蒙兆達很害怕,即使職工盟解散 警方還會根據港區國安法追究職工盟 而職工盟很多事都是經他手,聚責難逃,所以都是先走為妙 職工盟前總幹事蒙兆達上星期接受傳媒查詢時 還強調要堅守陣地幫工友,又說並沒有打算解散職工盟 想不到一個星期後已經出走英國 職工盟其實已經樹倒胡宣山了 對上一次開會是9月8日,當日職工盟數十個成員 在主席王乃元和總幹事蒙兆達召集下 以培訓的名義在佐敦的職工盟培訓中心 商討職工盟的去向 出席會議的大多數職工盟的成員和他們的屬會大約三十幾個人 知情人士說,蒙兆大會上講述職工盟未來的去向 並且提出解散職工盟的建議,要求議會者討論 知情人士說,好幾個人私下都講 看到支聯會幾名常委的下場,整個知情團滅 很想盡快解散職工盟,但又不想自己做衰仔 所以會上當時沒有人公開表示同意解散 經過兩小時有些無聊的討論之後 那個會議就沒有定論,留到下次開會再講 不過當晚會上職工盟兩個副主席 翁愛明和徐巧禮已經辭職 結果再等到8月16日開會才同意解散 而蒙兆大更加辭職,想不到當晚就乘飛機走路 54個蒙兆大跟老泛民李永達一樣 他走路圈內人都覺得有少少意外 他也是一個老泛民主要搞工運 在中大讀哲學系的時候,曾經參加學生會和學年活動 支持郭特空姐罷工,就認識了李卓人那班人 1995年他畢業後就加入職工盟到現在 蒙兆大可以說是李卓人的嫡系人馬 他在2011年接替李卓人的太太鄧燕娥出任職工盟總幹事 他也是鄧燕娥職工盟聘任的第一個員工 鄧燕娥交朋友給蒙兆大 主要因為他老公李卓人要成立工黨,全面參政 工會方面就交給蒙兆大負責日常事務 蒙兆大當時說,以後工黨將他成為職工盟在議會代言人 而職工盟就會透過政治教育等方式培養公運人才 他強調職工盟不會脫離政治,目標是有人又有錢 那些年香港的激進政治開始冒起頭離 職工盟就衍生出工黨,走去搶毀了 時光流轉,即使去年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 很多老泛民都宣布他不再搞事了,要退出江湖,不搞政治 但蒙兆大仍然是一個強硬派,要繼續搞 所以如今他走路就更加令人意外了 就在三個月之前,在六四和七一的時候 蒙兆大仍然十分口硬 六四日晚,蒙兆大仍然去銅鑼灣擺街站 之後還寫文章,將自己比作電影少年派奇幻之旅的主角 經歷船難,被迫和老虎在船上相處二百多天 由最初膽戰心經手足無躁 到最後慢慢成功找到和老虎的生存之道 他說這隻老虎就是代表外在的威脅 其實也隱喻了來自我們內心的恐懼 換言之,他自比少年派覺得可以和老虎共存 不會害怕 到了七一的前夕,蒙兆盟和社民連幾個團體 六月三十日就在銅鑼灣和灣仔擺街站 警方到場截查遺風,其實他們的工作人員當時用大聲鼓 廣播批評政府製造白色恐怖 警方的指揮官就說這些工作人員的言論 是煽動人民仇恨政府,如果再這樣發言就會拘捕 蒙兆大就質疑警方的法律依據 因為有凡批評政府都會被指為煽動仇恨 由來香港已經沒有言論自由 到了8月1日,蒙兆大接受美國政府自由 亞洲電台訪問時,他仍然說 近日有工會遭到針對 相信政府有意將打壓擴展到其他工會 由以往針對街頭示威議會反對派 改為針對公民社會團體開展第三波打壓 黨員說得那麼強硬,不過經過一個月 見到民陣、教協、支聯會、612基金 先後決定解散,蒙兆大就似乎開始腳軟了 建議職工盟都解散,最後不等到職工盟 開會員大會正式宣布結束,自己就馬上走路 泛民這班人有時真的講就天下無敵 做就有心無力,年輕人今年六四 今年七日聽了你說,走了上街示威被警察抓了 他們是不是可以追究你誤導他們呢? 搞政治要有政治領袖 政治領袖要帶領群眾做理性的決定 香港這班泛民真是不夠班了